当时就是这个女士的目光 就是棺杆已经被推手机推到旁边去了 女士已经暴露在这个阳光和空气之中 女士的面容都清晰可见 湖北荆州京县清朝不服女士 皮肤纤细面容娇好 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的是 女士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除此之外 女士还手持佛珠 身披佛罗尼经被 难道是因为佛教的原因 才让他死后百年不服吗 2009年4月27日 湖北荆州的一家工地上 竟意外挖出了一座古墓 当地考古队员接到电话后 立刻准备东西 前往现场做保护工作 自古以来 荆州这个地方就是考古种地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古代很多官员都选择葬在这里 来到现场后 第一眼就将考古队员给看愣住了 这不是一座古墓 而是一个完美的古师 要知道还没有腐烂的遗骸 叫做尸 一般情况下 尸体在下葬几个月后 就开始腐烂 而古尸则是用了某种手段 然后保持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不服 带着疑问 考古专家立刻进行了发掘工作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具 穿着古代服饰的尸体 而它的身旁散落了一个 类似佛珠的东西 当时这个尸体的棺盖 已经被推土机给推到一旁 所以很多围观群众都看见了这个女尸 有迷信的百姓开始放起鞭炮 专家们当然不信这个 发掘工作如期展开 只见这具女尸安详的躺在里面保存完好 考古工作人员不禁想起了 1975年 荆州凤凰山发现的一具古尸 这具古尸的皮肤依然吹弹可破 甚至所有组织都具有弹性 这给我国考古历史带来了巨大的贡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眼前这具古尸 似乎和当年的颇有几分相似 还有一点必须要提 在我国之前发现的四具古尸中 无一例外都是尸尸 所谓尸尸 就是尸体在进入棺材后 用许许多多极其复杂的物质制作的棺叶 来让尸体保持千年不符 这样的情况下 尸体保存的完好度会有所下降 而还有一种叫做干尸 这种尸体极难形成 不仅要考虑许许多多环境因素 还对死者生前的作息规律 等有着极高的要求 所以如果这里能够发现一具干尸 那对于考古界来说 都是一次极大的震撼 来到这里后 考古学家首先评估了施工队 对古墓的影响 但仅仅是第一步 就让他们感到非常奇怪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当时就是这个女士的木棺 就是棺杆已经被推斗机推到旁边去了 女士已经暴露在这个阳光和空气之中 女士的面容都清晰可见 湖北荆州惊险清朝不服女士 皮肤纤细面容焦好 让人震惊的是 女士手持佛珠身皮袈裟 颇有得到高僧的韵味 难道之前的佛教 真的有让人死后不服的秘密吗 来到施工现场后 专家便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了 一般来说 古墓都存在于地下三米左右的位置 但这次仅仅是离地面三十公分 棺材的盖子就被破坏了 仔细观察墓葬结构 考古队员恍然大悟 这是一座墓葬规模极其小的树木 长宽也仅仅能融下一个棺材 也就是说 这只是古代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棺材 但这时候疑问又来了 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为什么女士会保存的如此完好呢 考古人员把目光全都集中在了棺内 在发掘过程中 考古人员根据陪葬品和特点 很快对墓葬的年代有了大概的判断 这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墓葬 在明末清初那个年代 很多普通家庭都用上了砖式墓葬 只有极少数非常贫困的家庭 才会用极其简陋的棺材下葬 可还是那个问题 如此简陋又没有保护措施的墓葬 为何会出现一具不会腐烂的女尸呢 纵观之前发掘古事的过程中 都离不开深埋密封保水等步骤 可眼前的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 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保证古事不被破坏 考古人员决定将它重新装关 然后运到博物馆进行进一步研究 留下的专家则继续清理和善后 就在这时一些专家发现了端倪 之前发掘的墓葬 大多数都是由清航泥作为隔绝空气的加层 但这座墓葬却恰恰相反 在清理过程中 专家发现了大量的石灰 石灰可以防潮 同时还具有驱虫的作用 这会是女尸保持不符的原因吗 很快这个想法就被专家给推翻了 因为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但保存下尸体的绝无仅有 看来要想解开这个谜题 就只能将尸体好好研究一番了 经过五个小时的清理后 女尸被运到了博物馆 专家们随即进行了研究 他们发现 女尸穿了足足四层的衣服 手上还拿了一串佛珠 手腕上带了很多价值连城的翡翠 在确定尸体不被破坏的情况下 考古人员一层一层将丝织品给脱了下来 但刚刚脱下一层 他们就被女尸胸口印满繁文的方巾给吸引了 这就说明女士生前很有可能是一个居家修行的佛教徒 由于年代久远 剩下几层的衣物贴在了一起 这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他们只能小心翼翼的进行着工作 全部完成后 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疑问 这具尸体似乎不是人工制造的干尸 而是自然形成的 但在湖北荆州这个相对潮湿的地方 怎么可能有自然形成的干尸呢 湖北荆州惊险清朝不服女尸 皮肤纤细面容娇好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相对比较潮湿的地区 这具不服女尸竟然是自然形成的 这让专家异常兴奋 如果能解开这个秘密 那么对考古界来说将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在对这具干尸进行研究时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处非常奇特的地方 一般的干尸都是周身灰暗 皮肉干枯和局部变形 但湖北荆州这具干尸却面容安行 就连衣物也保存的相当完好 他们推测是棺内的碳块和石灰 才导致女尸保存异常完好 在女尸的下面 一层果实布铺着非常厚的生石灰 但如果按照常理 这些条件远远够不成干尸 终于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 专家们从鲁家山这个地方的历史找到了答案 鲁家山之所以叫山 是因为这个地方之前的的确确是一座山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周边居民将山上的土慢慢取走令作他用 这个本应存在于山上的女尸才暴露在了地表之上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必须要从女尸身上的佛教特征入手 作为佛教的信徒 她们本身就有沐浴相熏的丧葬风俗 在对女尸的调查中专家发现 女尸常年以素食为主 死亡时肠胃中也没有容易腐烂的食品 如果进行一定的处理 加上石灰和木炭的防腐 下葬时再对棺木进行细致的保存 就很容易形成干尸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因为年代久远 确切的原因目前已经无法考量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